在编译延长前夕呢 蔡英文总统上脸书上po文 结果又被洗版了 24号在脸书上发文 那么呢这是一张描绘者 他跟众多猫狗还有圣诞单数的图片 上头祝福大家说天冷了 注意保暖这个大字 还写上今晚是平安夜天气很冷 不管是出门跟亲友团聚 还是待在家里提醒大家都要做好保暖 注意身体健康也祝大家平平安安家节快乐 但是这个时间点大家关注什么呢 一无意延长一年拍板之时 这个文章就涌入了超过2.5万人 按下了表情符号 还有很多人是非常的怒 说战争边缘缘缘延长 你觉得人民要怎么样平安呢 跟有人说你要出来接受媒体访问太好了 会不要看稿编缘缘长一年不够 如果真的打仗至少三年 大家呢也欢迎在聊天室 来送蔡总统一个符号表情 你希望你要送他什么样的符号表情 欢迎在聊天室来告诉我 再来看到 蔡英文即将要来宣布兵役延长了 民营党立员党团传出说 这个时候把查照改成审查 把球丢给在野党 那么国民党立委党团总招政命中就说了 蔡政府敢做不敢当 要求国会跟在野党一块为兵役延长来背书 民营党台北市的立委补选候选吴依农则说 不管是审查还是查照 都不会影响行政命令的法源依据 我进到国会之后 我一定会要求国防部尽全力 确保每一位义男都能平安的回家 我们的国家安全需要我们的正规部队 需要后备部队 需要义无意 需要全民一起来努力 不管我们是不是成立国土防卫部队 重点是我们需要更多人来参与 重点是除了前线的陆海空军的防备之外 我们更需要社区每一个社区都有人有能力 有议院有训练有装备有组织一起来维护我们的家园 远来之前说这上官是送到立法院去被查 被审有关于这个立法院来审查 不管是审查还是这个还是查照 其实不会影响到行政命令的执行时间 那重点还是行政部门做的一切 只要有法院依据那行政命令就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法院依据就需要透过国会的立法跟修法 美国它公布了一个年度拨款法案 之前有承诺说对台湾五年一百亿的无偿军援 但是没有被列入 会不会有点那种台湾空欢喜场 美国国防法授权法是一回事预算拨 拨预算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我们要看到的是长期之间 长期以来美国跟台湾的安全合作 当然我们的国防也不能靠别的国家 我们的国防必须靠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致主张 在面临现在军事威胁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全面的改革兵役的训练内容 同时适度的延长我们的兵役 我们今天呢重点是三位非常非常棒的好伙伴 那接下来相信大家还会看到更多的好伙伴 跟我们站在一起 吴云农呢是以国防议题作为主要诉求 那么脸书上也贴出了形象广告 现在可以看到这是个全副武装的照片 但是呢却被生存玩家挑出错误 说在这个部分瞄准进装反了 右边的吴云农手上拿的是步枪 左边的队友拿的是试验样枪 所以就说包含他拿的 跟以及队友拿的这个光学的一个瞄准进装反了 也被指示说他的军事专业到底有没有到位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有营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